當你的敵人不再是殭屍和外星人 而是脆弱的肉體和殘酷的大自然時 你有把握活下去嗎 現在就來 The Long Dark 裡嘗試看看吧 在這款遊戲當中 玩家將扮演失事的飛行員 試圖在暴雪紛飛的北方邊境存活下來 一步一步慢慢治好自己的身體 並設法找到一同失事的前妻 跟現實中一樣 遊戲裡擁有飢餓 水分 體力 體溫等各種數值 這些數值一旦降到危險值以下 就會面臨生命危險 以及各種傷痛的侵襲 像是失溫會讓你逐漸失去意識 還有失血會讓你行動變得緩慢 就連室內待久了都會有幽闢恐懼症的風險 玩家必須要設法滿足各項數值的需求 才能夠確保自己的生存 而為了滿足人類的生存所需 你需要出外尋找各式各樣的資源 隨處可得的木頭可以作為燃料 從燃燒的營火中融雪作為飲水 狩獵兔子和鹿來取得卡路里 玩家必須要盡可能收集這些生存所需的資源 並打造適合的藏身處和身上的裝備 好增加生存下來的機率 但要注意 像是肉和飲水都不能夠直接使用 同時也要小心可怕的掠食動物 否則可能還沒有補充到營養 就已經被感染和野生動物給殺死囉 猜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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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 hil популяр商業